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9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联圣地慈会堂 办理了台铁4月2号 408车次太鲁阁志强号事故 罹难尊灵的超建往生灵魂法会 而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场 为罹难者来祈福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法会 希望王者往生西方的净土 台铁太鲁阁号408次出轨事件 造成49人不幸罹难 遇200人轻重伤 不过在5月8号母亲节这一天 花联圣地慈会堂 办理台铁4月2号408车次太鲁阁志强号事故 罹难尊灵超建往生灵魂法会 并且邀请道教法师为罹难者祈福 现在许真伟也前场法会现场 曾经为王者祈福 母羊一直在我们身边 给我们加持 给我们这个护血 让我们都将我们的发愿 将我们想做的 都能够复复实现 严4-0二真的来得不太快太急 很多都在一顺之间 来不及一道骨云 但是我相信在惊慌失措中 有非常多的宗教的力量都能进来 让我们所有的大家不同的信仰 能够在当下给予我们在五行的这个十方法接五行的众生 都能够安定一下 能够让我们在处理的整个过程中 都能够实践顺利 我想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用戀 所以我真的要再次谢谢中国各宗教界 无论在有人或者是在自己的信仰的教会教堂 或者是在我们的宫庙 都为0402、2408班次 还有班次的避难者 给他们在中生中好好的信仰 既然许真伟在华林圣地慈慧堂主任委员 李建士们和法士们的陪众之下 以前的人性为理难者祈福 也希望却有法会的办理 愿王者往西方结到净土 家属能够安顿身心 记得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